来 来 千玺是来过很多次我们微博的这种大型的活动 对不对 那今天呢是带着自己的电影作品来 肯定和以往的感受不太一样 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但是自己作品来其实有一点小紧张 然后有一点很期待 作品马上就跟大家见面了对吧 对 所以你觉得希望得到大家什么样的评价 希望大家能够很真切的或者很细微的吧 能感受到我饰演的小北 那其实这个影片当中的人物我们看了一些预告 好像和千玺本人差距稍微有一点点大 所以你当时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 怎么想到去演一战的角色 因为小北其实挺吸引我的 然后这个故事他的题材 其实也很吸引人 然后小北 对 就很吸引我 千玺的回答都很简单 然后 作为学生来讲 就现在马上要放暑假了吗 对吧 所以 接下来暑假有什么 可以休息的时间 然后有什么安排和计划吗 暑假 其实 休息时间就是在工作之旅 对 因为暑假也有很多工作 还是在工作 以工作为主 好 这位美剑老师刚才应该是有很多问题要问千玺对吧 来第一个 我想问一下千玺就是 就很多粉丝包括我看了预告片之后都被小北的角色就非常的心痛小北这个角色嘛 那么就是在拍摄过程中后在片段有哪些片段还是触动的吗 嗯 哪些情节和片段 嗯 特别触动 有挺多的 尤其是我觉得后期的戏 后期的戏其实触动会更多 然后现在反正预告片放的 基本都是前期的戏 所以 我觉得你们还可以更期待一点 反正你被打得很好 对 而且你被打的打戏都是 真打 对 好 还有哪个 哪个老师有问题 啊 你说 您的老师 谢谢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开剧电影的时候 你不知道最有挑战性的事情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 对 还有就是 开完这部戏之后就有一些收获 不是 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啊 最后一个问题 啊 好好好 随会 嗯 最有挑战的就是 情感戏 然后我觉得是 越偏到后期 然后反正最后一场戏 是我一直是比较 恐惧的一场戏 对 然后直到拍的那天 我还 就觉得没有反应过来 就这么快就 拍到这场 最后这场戏了 反正 情感戏 其实对我来说 挑战挺大的 嗯 所以有很多粉丝都在关心 就是你的期间呢 嗯 超约四位教授 我们现在先可以 先不问了吗 然后我们还有下一位 哎好 那谢谢千玺 时间很赶 好谢谢 谢谢 好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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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